耶稣听到若汉被监禁以后 就退避到加里勒亚去了 后又离开纳扎拉 来住在海边的格法翁 即住在泽布隆和拿菲塔里境内 这应验了伊沙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泽布隆地与拿菲塔里地 通海大陆 越旦河东 外方人的加里勒亚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 看见了好光 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 为他们出现了光明 从那时起 耶稣开始宣讲说 你们悔改吧 因为天国临近了 耶稣走遍了全加里勒亚 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 宣讲天国的福音 治好民间各种质病 各种灾压 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虚历啊 人就把一切有病的 受各种责病痛苦煎熬的 抚摸的 癫痫的 都给他送来 他都治好了他们 于是 有许多群众 从加里勒亚 石城区 耶路撒冷 犹太和约旦河东岸 来跟随了他 我们下期见